大家好 《蜜勒日八传记》部分 这是最后一期了 后续可能会根据大家的兴趣 我们将更新制作一些 《蜜勒日八》的歌集故事和开始 上期视频我们讲到 尊者由于吃了操谱的毒药 即将视线原剂 实际上 尊师是弘法度众的任务 圆满完成了 至于毒药尊者说了 吃喝不吃是一样的 并不能真正损害尊者的四大 在《曲八》这一边 诸大弟子和施主们 连续地至心祈祷了六天 尊者的面孔忽然容光焕发 年轻得好像八岁小童一般的模样 这时几个大弟子就议论到 惹穷八恐怕不会来了 如果我们再延迟的话 由于尊者的法体 每天不断地快速醉下 可能什么都留不下来了 甚至一点供养的骨灰都拿不着了 我们还是赶快举行火葬吧 大家商量以后 就依次做最后一次的 尊者的圣龙瞻哑 同时把圣体一到赤杰窟前面的 法座崖上 并架起火葬的台子 然后把圣体安放在台上 化好坦诚 虽然比不上天人的公养 却把人间最好的贡品陈列起来 在黎明之际 举行了各种祈祷与仪式 大家就想举行火葬 但是无论如何 火总点不起来 在这当 天空中忽然出现一道红彩 带来了五个空性母 齐声唱的 智慧捉火圣折火 瑜伽行者常修过 和用世间夜火心 即此肉身本法身 常修本尊佛陀故 启留肉身之腐蚀 本尊庄严之坦诚 身中瑜伽早圆满 何用绘画之坦诚 心气不二捉火灯 尽未来记得长明 何用如等泥油灯 圣庙寿用五干露 昼夜恒常享受故 乳涉食品为谁供 身着池戒清净衣 二丈习气贤净敌 乳池净平欲谁系 香云滑盖虚空辩 谈成香亦妙庄严 如等世间鱼痴背 银火相遇何为 四方空行起妙声 智慧佛母各法音 如等世间鱼痴背 畅念以鬼欲谁听 横沙驰名皆围绕 亿万永富做祈祷 驰名 密城的修行人 统称驰名 这里指向横河中沙 那么多的密城修行人 如等世间鱼痴背 叠叠修修欲何为 彻正真如是相识 遗体任意和处置 人天福田共一处 何用而等为守护 赏识尊前发红事 一是行事免其境 尊者遗体如宝藏 勿劳守护任自然 赏识佛陀有秘语 何用如等饶首为 口诀秘密空行池 净处独坐闭关秀 终身勤修之传记 为缘虽多的成就 依图兮有福传诀 当的成就定无疑 至尊密勒日八转 勿劳辱辈为红转 是乃智慧空行各 巨大家持应雀跃 密勒子传承记者 成就无量如大海 善根弟子如群星 此方他方所有地 人畜无并长吉祥 今日在此集会中 将不坠落诸恶趣 愿正真如大坛成 心境亦如望二之 尊者今日之涅槃 巨大一粒英生信 依尊者教如法修 素极能得究竟乐 于是燕总惹八就说 尊者的遗训 和几位空行的歌词 都叫我们在惹穷八 没有到以前 不要触动尊者的遗体 但是惹穷八 到现在还不来 恐怕不久 遗体要腐烂了 怎么办呢 寄光惹八说 从尊者和空行者的训事 以及火烧不着遗体的 种种姻缘 看来 惹穷八一定很快就回来的 我们还是恳切祈祷吧 大家把圣体一回洞中 都有一致恳切的祈祷 却说 惹穷八那时 正在若多寺修法 一天晚上的后半夜 在光明与睡眠 混然一体的绝授中 他看见在曲八地方 有一座水晶塔 放出了周边虚空的光明 无数空行拥着这个宝塔 迎请着 向他方式接去了 地上到处都是 自己的金刚兄弟 和尊者的施主们 天神与空行的歌声 响遍了天空 到处都是不可思议的 大功养云 洛穷八就向宝塔顶礼 忽然间尊者的面庞 从宝塔中献了出来 对惹穷八说的 儿啊 虽然你没有照我的话 及时赶回来 但是如果我们父子 能够再见一面 我是非常快乐的 你我父子今后 恐怕不能常常见面了 不要再失去 这样难得的机会 让我们父子 好好地谈一次话吧 说完了 尊者就把手 放在惹穷八的头上 满面含笑地看着他 惹穷八心中又被诱喜 生起前所未有的信心 和稀有难得的感觉 惹穷八醒了以后 想起了尊者从前对他说过 要他在某时回去的话 心中大为惊慌的 难道尊者涅槃了吗 顿时生起难以忍受的悲哀 和猛力的信心 乃一心向尊者祈祷的 上师啊 我没有及时赶到 真是后悔呀 但是我马上就要回来了 正想间 空中出现了两个少女 对他说道 惹穷八 尊者要到净土去了 你要不赶快走 恐怕今生再也看不见尊者了 快点走吧 惹穷八这是心中 专念着上师 归心似箭 立刻就起身回去 罗若多似的鸟雀 这时正在滋滋地爆响 惹穷八一心祈祷上师 一面运气气功 如剑池一样的飞来 驢马须走两月的路程 半个早上就飞过了 到了亭日和布林交界的 菠菜山顶时 天才大亮 太阳刚刚出来 他就坐下来 稍微休息了一下 抬头一望 到处都是祥云异彩 特别是尊者入籍的山顶上 有一个广无边际的大云散盖 放出万丈的光芒 无数天神 空航正在以五欲公云大星供养 有的天人在祈祷 有的在发愿 有的在礼拜 有的在唱着赞美歌 惹穷八戒了 心中又被又喜 怀疑的像一个天神问道 你们这样供养礼拜 是为的什么呀 天神答道 你这个人难道耳聋了吗 眼瞎了吗 这样人天星共的非常圆会 你都不知道吗 这是秘勒喜笑金刚大士 到空航沙土中去 天人大众对他都在供养祈祷 难道你不知道吗 惹穷八听了这个话以后 心如刀割 向尊者入籍的山枯处 飞跑而来 跑到曲八一处 像宝塔形状的平地时 像做梦一样 看见尊者满面含笑地向自己说道 是不是我的儿子 惹穷八来了呀 惹穷八一见 心中说不出来的欢喜 以为尊者并没有涅槃 连忙上前顶礼尊祖 祈祷问安 惹穷八又向尊者问了许多的问题 尊者都回答了 最后 尊者对惹穷八说 儿啊 我先走了 你随后来吧 将来我会来接你的 不要忘记我的话呀 说完 忽然一刹那间 尊者就不见了 惹穷八心中 七上八下地向曲八赶来 到了尊者入灭的山枯前 看见途中施主们 正在尊者的遗体旁边 悲哀祈祷环绕 有许多新来的徒弟们 他们重来没有见过惹穷八 就阻挡住 不要他进洞走进尊者的遗体 惹穷八心中说不出的哀痛 痛哭流泪 唱了一支七支公养歌 三世诸佛的悲心 十方众生的疑护 我恩重的慈父赏识啊 您那无缘大悲的心之中 难道听不见徒儿的哭诉 你那无缘大悲的心之中 难道不悲悯您徒儿的痛苦 哎 我慈父的赏识啊 停了一下 惹穷八又继续唱的 如今父子成死别 我心侧侧不胜悲 为瞻尊者移荣故 无福弟子来朝夜 打悲上师宁不见 慈父见而宁不眯 弟子三门敬礼在 儒教修持为公养 罪业斜见我忏悔 所有善业皆随喜 请转身身妙心浩伦 哀求助使莫涅槃 一切修行所作善 向能满上师意 愿此回向的圆满 令我下列恶根者 得赌尊者之移荣 昔为尊者之爱徒 如今不能见诗言 虽无献前夜诗福 愿见尚师之仪荣 由见尊者已体股 愿生亲见之爵手 修行二种次帝事 愿此除障之口诀 我此悲痛之奇情 尊者慈心宁不护 不悲弟子父悲谁 怨父无缘大悲够 横长勾涉勿舍我 平等性中常迷我 我会列根惹穷霸 慈父三世会掩饰 五毒所挠惹穷子 慈父五智会掩饰 一切众生其勿舍 悲是儒子惹穷霸 惹穷霸的歌声 刚一传尽动去 尊者的仪容 突然大发光彩 面貌如生 尊者的遗体 忽然自己生起火来 季光惹霸燕总顿霸 和各大弟子施主们 一听见惹穷霸的歌声 都赶快出来迎接 但是惹穷霸 因为新来那些弟子 不认识的 不要他进去 心中非常难过 所以没有历史进去 等唱完了七支公养歌之后 才走进洞内 也为惹穷霸热情和智诚的歌声祈祷感动了尊者 虽然尊者已经趋入了光明法性的大涅槃 这时又从光明而起 坐了起来 对那些新来的屠众们说道 你们初修的屠众啊 莫要这样做 惹穷霸是人中狮子 你们应该敬重他 又对惹穷说道 儿啊 你不要这样难过 到你父亲的身旁来吧 大家见了这种奇迹 都惊叹不已 心中生起无量的欢喜 惹穷霸马上走到尊者遗体的前面 抱住尊者放生痛苦 也为过度的悲伤 惹穷霸竟晕倒在地上 等到他行转来的时候 看见屠众施主们都环绕在祭坛的周围 尊者的无垢金刚霜运身并没有倒下 在八叶莲花形的火炬中 安稳地坐着 尊者的身体就好像花杂中的蕊一样 坐在八瓣莲花的熊熊火叶之中 右手持说法印下锤鸦与火尖 左手托住面赛 做唱歌的姿态 对着惹穷霸和众弟子们说道 你们听我这个老人的最后一个歌吧 就在祭台上唱了一首六种西药歌 我只爱自惹穷霸 听我遗嘱最后歌 三界轮回火海中 五蕴换身是关键 探着衣物是奔走 世事永无了结期 舍世法兮惹穷霸 与此幻化身蕴中 五体自心是关键 此心若为身所使 法性实相永难正 善持自心兮惹穷霸 心无取舍之威仪 本来智慧是关键 追逐变化诸元起 永难得正无生意 善观无生兮惹穷霸 此生他生至取舍 忠因心事是关键 常伴有身或无身 永难得正是相义 善观是向兮惹穷霸 六道迷乱无名成 罪障恶业如山巨 贪反恼不除灭 永难正入平等境 舍贪兮惹穷霸 万千诸佛杀土中 诸佛善巧说四法 若一全巧相似里 永难解物究竟一 舍全教兮惹穷霸 上师本尊与空行 作一体观而其情 正见圣行与正修 三无差别而修行 此生来世与中阴 作一体修而熟念 我今传入最后觉 此为最后之一言 舍此更无他心传 依此修行是我子 尊者说完最后的教训 又去入光明法性之中 尊者刚一圆祭 祭坛就放出光明 变成一个四方形的月亮宫 种种光明散盖 彩霞 宾状等丰盛的宫养 无尽庄严 光明中又化现出无数的天女 在美妙的音乐中唱歌起舞 在祭坛上的虚空中 天子和天女 捧着满城甘露的宝瓶 为尊者供养 徒众和施主们 有的看见祭坛中尊者是喜金刚 有的看见尊者是上乐金刚 或秘籍金刚 有的看见是金刚骇母 一个人的因缘根气不同 各个看见不同的佛身 这时便满虚空的无数空行 一起同声唱的 如宝至尊入灭时 人天大众同此悲 或乃痛哭泪如四 或乃炫绝不自食 自生之火自燃烧 燕作八叶莲花行 具有七宝八吉祥 如意斋供万千县 琴色管弦诸乐聚 演出无量中妙音 火中化出众天女 陈县广大内外供 妙香环绕气阴云 宝散与盖与华蛮 吉祥天女为县供 奉骨归去有净身 运身不留意为尘 上师以骨西有甚 法身若欲虚空等 悲怨报身如法云 化身事业如话语 无尽成熟诸有情 法性空既本无生 此中既无可生者 空性一离生灭相 生灭一级是空性 于此甚深空有意 性物有一声谬见 空行们唱完了这支歌 时间已经黄昏 天渐渐的黑了 祭坛上的火也已熄灭 但是祭坛内外却是一片透明的光 图众们觉得非常奇怪 像祭坛里面看 原来在祭坛的中央出现了一个光明的宝塔 宝塔的中央 有人看见上乐金刚 有人看见骇母或喜金刚 有人看见金刚灵 楚 宝瓶 手印 身 口 意的种种自行 有人看见一片金色的光明 有人看见一片海水 或一团烈火 也有人什么都看不见 图众们于是打开祭坛的门 让热气散发 以备第二天来取舌子 这时又出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意志 当日晚上大家都把头朝着祭坛的门 在地下睡着了 次日一早 惹琼八刚刚醒的时候 看见五部空行母们 拿着鹰落骨式重宝庄严 及种种武裕供养品 进入祭坛来行供养 一会见 看见五个主要的空行母 从祭坛中捧着一团光明的东西 飞了出去 惹琼八正看得出神 忽然想起 必是空行母们 把尊者的骨灰舍粒子拿走了 心中一挤 连快赶出来 这时空行母们 已经捧着舍粒 盛在空中 惹琼八立刻回去 把所有的师兄弟喊醒 大家打开祭坛的门 巷里面一看 连一颗舍粒子都未留下 惹琼八悲痛 忧伤万分 就请求空行母 慈悲分一点舍粒子 给人间的弟子们 空行母说道 你们这些大弟子们 已经得到了最殊胜的舍粒 亲贱法身了 如果这个还嫌不够 可以齐请尊者 尊者自然会给你们的 至于其他的人们 比起光明如日月的尊者来连 萤火虫还不如 这些人给他们舍粒子做什么 这些舍粒子是属于我们的 说完就停住在空中不动 徒众们听了空行母的话后 大家一想 这个话说得不错 悉性懊悔 殷切地祈祷道道 至尊一旨上师时 竟信儒教而行故 获知甚深了一句 成就有缘令解脱 愿此舍粒做福田 一切众生求民连 至尊山窟独居日 断离贪着精进修 显得神通大成就 名称普要于十方 愿此舍粒做福田 背护所有见闻者 至尊涉寿弟子时 亲疏普及无偏似 神通智慧符合见 善巧慈悲立生眼 愿此舍粒做福田 悲悯有缘诸弟子 至尊立指诸法会 广大慈悲恩普盖 一切有缘令解脱 悲赦业重者为罪 愿此舍粒做福田 悲赦我等诸蒙昧 至尊舍此换身时 是正空行大成就 化现象借惩法身 一切空行尊为首 愿此舍粒做福田 愈会弟子先蒙悲 大家这样悲痛殷切的祈求以后 就看见空行母的手掌中 放出五色豪光 尊者的舍粒子大如鸟蛋 降落在祭坛上 弟子大众看见舍粒子降下来 都伸手想去拿 舍粒子忽然又飞到空中 重新融合到空行母掌中 所发的豪光里去了 忽然豪光又为两道 一道便成为日月做殿的狮子座 另一道变成一座内外透明的琉璃宝塔 塔中放出红 白 蓝 黄 绿 暮色光明 便照三千大千世界 由一千零二尊佛四周围绕着 中间端坐至尊密勒日巴 一空行海会云集 恭养赞叹 有两个天女在塔的下面捧着宝塔 尊者密勒日巴唱的 徒子乐祸与寂光 燕顿总巴等弟子 聚足善根诸者吧 诚心祈祷豁明 舍利本是福铁音 为众有情而施舍 若由至成祈祷力 能见三身三舍利 则能不堕诸恶趣 若生信心当成佛 法身明彻本一位 舍利乃是佛音一 我与我所上不得 何有比镜及比诸 法尔真理虽如是 然而至心所祈祷 诸佛大悲定舍受 此事如来三昧夜 上了父母本尊佛 施灵古事为庄严 谭诚便满大虚空 永赴空行法云绕 圆满受用智慧尊 灌顶当得作成就 若能与比勤恳道 当得不思议加持 此事空行三昧夜 法身事业能成办 万千化身随意观 与比琉璃宝塔舟 显教千佛作围绕 密教本尊四不现 县前降临甚稀有 若得诚心做祈祷 事业广大自然成 此事护法三昧夜 赏识三身本无别 能献不思议神变 小忠能显广大境 如是神变甚息起 若能一心而恳请 当得殊胜大成就 此事一切成就者 事与金刚三昧夜 若能善使密宗界 一切据是此成就 若能独自山中秀 空行此母常围绕 于法若无谄媚心 身当素的成就下 内心若不贪欲乐 烦恼根本历史段 若不执我不执物 鬼魔杖男及时处 若不执着宗派见 一切见解自清净 若了生死本来空 一切修观自清净 内心持戒若有恒 一切所行惜清净 若得上师之授记 一切是戒结清净 若能利益诸众生 一切果利息清净 师徒心意如何一 一切因缘兮清净 若见成就书圣相 心静自然生静心 维护禁界的暖相 如等徒子应受持 尊者说完了 空行母捧着宝塔 便准备迎请尊者 到空行沙土中去 这是济光惹疤 心中想的 我应该为人间众生福田几 恳求空行母赐下这个宝塔 作为人间弟子供养之用 就哀痛迫切地祈祷道道 赏识慈父应化身 圆满受用于家事 法性无声普遍满 其请至上法身前 空行手中之宝塔 恳其赐予我屠众 若欲朝官或家事 礼拜师尊即成办 无价之宝于家事 其请究竟清净者 空行手中之宝塔 恳其赐予我屠众 供养成是师尊是 即能回忆赏事教 普利一切于家事 据大悲者我其请 空行手中之宝塔 恳其赐我屠众辈 至尊舍弃事法事 亦如明王大仙人 肩不动摇于家事 其请雄殿大俑者 空行手中之宝塔 恳其赐我屠众辈 一时口诀修观事 有如蒙虎诗人肉 无有一亿于家事 其请雄义大俑者 空行手中之宝塔 恳其赐我屠众辈 无人崖洞独居时 一字铁之无缝时 无有转变于家事 圣心不动我其请 空行手中之宝塔 恳其赐我屠众辈 至尊显现神变时 有如狮子龙象武 无所恐怖于家事 黎珠畏惧我其请 空行手中之宝塔 恳其赐我屠众辈 绝受暖相生起时 有如十五月证明 天满世界于家事 无偏袒 爱我其请 空行手中之宝塔 恳其赐我屠众辈 至欲有财物时 气如水银之泄地 不染浊气于家事 离过失者 我其请 空行手中之宝塔 恳其赐我屠众辈 至尊执法会时 有如太阳照大地 世间黑暗顿时消 具备智者我其请 空行手中之宝塔 恳其赐我屠众辈 事往空行沙土时 如庙宝平次成就 随愿成办于家事 大西游者我其请 空行手中之宝塔 恳其赐我屠众辈 事以神通受计时 事未来事如掌握 略无谬物于家事 具三事之我其请 空行手中之宝塔 恳其赐予我屠众 至尊赐我成就时 有如父传宝于子 永无二语一家事 具大悲者我其请 空行手中之宝塔 恳其赐予我屠众 济光惹巴其请之后 宝塔中的尊者 就回答济光的祈祷 唱了一支变了不了一个 依稀善根据信任 至心悲歇祷告成 稀有惹巴我徒子 听我弥勒魏辱歌 我知法身便一切 空性本离的与世 色身趋入法性骨 出生世俗之舍利 独一舍利放光芒 为诸众生集资粮 往生净土所依故 五不空行为守护 天人神众为公养 若留人间中毁灭 如等善根诸弟子 正得自心法身后 以具最盛之舍利 修行道上多慎思 和用世俗设立为 执着相似即为的 切记思与勿望之 一指辱妇具相识 与一具足福德者 表面相似是不同 二者差别应当之 心性显现本来共 着意修成无念境 表面相似是不同 二者差别应当之 修观本来现成性 较之修定习等之 表面相似是不同 二者差别应当之 法尔人运之写现 千奇百经望心见 表面相似是不同 二者差别应当之 无染心性自写现 修善作福取舍心 表面相似是不同 二者差别应当之 缘起是上显成就 纷扰福德之作业 表面相似是不同 二者差别应当之 慈母空行之寿迹 以及魔鬼之招式 表面相似是不同 二者差别应当之 无垢法身之舍利 以及物质舍利子 表面相似是不同 二者差别应当之 法性化现之花朵 欲界天人所降化 表面相似是不同 二者差别应当之 佛陀视现之宝塔 魔鬼比身之波 表面相似是不同 二者差别应当之 显有光明是彩运 四大缘起所生红 表面相似是不同 二者差别应当之 网结因缘所生信 欲缘临时之信心 表面相似是不同 二者差别应当之 内心深处之信心 责任羞愧所生信 表面相似是不同 二者差别应当之 至成真实之修观 取悦赏识之修行 表面相似是不同 二者差别应当之 所求利次于掌中 口头允许如空风 表面相似是不同 二者差别应当之 空行慈母之宝塔 即是三世诸佛上 永赴空行之宫殿 至尊上师之修士 我在东方现起上 无量空行围绕处 上乐金刚薄家范 大悲观音与度母 无量佛陀菩萨中 诸圣大事所有指 如等若能一心求 漠然隐气而祈祷 毫无虚视劝力拜 投掷锐利智慧化 甘露洗涤菩提心 无转信心善守护 不二智慧的灌顶 视为成就之出征 歌声一注 空行母捧住宝塔 飞到诸大弟子的顶上 宝塔忽然放出许多的豪光 每一个弟子的头顶上 也都有一道光照射出来 大家都看见宝塔中央的尊者 腾入空中 变成喜金刚 上乐金刚 密集金刚 至尊母谈成 无量佛陀 为空行母所围绕 最后 诸佛菩萨皆化成光明 融入尊者的心间 在天乐器名中 尊者被迎请到东方献乐沙土中去了 有的徒弟看见尊者抱身庄严 做狮子座 四步空行捧送 金刚 亥母导演 于不可思议天乐 公养云中 往东方 陷系沙土中飞去 诸大弟子 看见尊者 已经悄然飞去 无法取得 舍利公养 于是 大家都嚎啕大哭 悲哀祈祷 忽然听见 空中尊者的声音说道 徒儿们啊 你们用不着这样的悲伤 在牙齿的下面 找到四个字的明讯 书中未提四字未合 以后 你们就会发现共物的 于是 大家就在牙齿的周转四处找寻 果然发现了明讯 这个牙齿 现在曲八四还可以见到 诸弟子看见尊者 已经到他方世界去了 心中虽然十分悲伤 但是都知道 将来一定可以往生 尊者的净土 同时也明白 尊者的一切实现 都是为了佛法和众生的缘故 大家都抱着 现身二立事业的决心 来看尊者的遗嘱 和造下面的金子 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家虽然知道 尊者绝不会埋藏什么金子 但是为了遵守他的遗讯 大家都到造下面去看个究竟 果然在造下 发现有一块棉布 里面包着一把小刀 小刀的刀口还很锐利 刀柄上并且既有一个锥子 此外还有一小块糖 和磨刀石一同包着在布里 他们仔细一看在刀上面 还可有几行小字 用这把刀 切这块糖 及格这块布 他们永远都不会切完的 你们就这样 把糖和布切了分给所有的人 凡是吃了这个糖 或分到这块布的人 便不会堕入三恶道了 密勒日巴的三昧士和姨父 是上师和诸佛都加持过来的 若有众生 听见我的名号 生一念信心 在七生之中 也绝不会堕入恶趣 并能一念七生之事 此是诸佛菩萨之寿计 如果有人说 密勒日巴有金子 那人就应该吃粪 朱弟子们在极端悲伤中 看到了这个遗嘱的最后一句 实在忍不住大笑起来 他们皆大欢喜 又继续地念最后一段话 那是一首歌词 此乃行者三昧士 据二成就大悲士 若有幸运长辞者 必不堕入恶鬼去 此不捉获智慧义 若有幸运佩戴者 必不堕入苦地狱 一切的我加持者 必能不堕三恶去 一切由我法缘者 永不堕入三恶道 见此必能成佛陀 若永闻我名号者 生一念信诸众生 能亦过去七生事 密勒日巴打丈夫 以转三界为黄金 黄金珠宝和用尾 我图遵行我训事 献钱以及究竟力 凡有所求皆成就 于是大家就用刀来切糖 的确无论切多少次那块糖 还是切不完 不也是一样 割了许多次 原来的一块不丝毫也不减少 这样无穷尽地切去 大家都分到了不喝糖 许多患病的人 吃了糖以后 并立刻就好了 下根烦恼重的人 吃了糖之后 慢慢地智慧增长 慈悲也增多了 在举行葬礼会供的时候 天上降下五色的鲜花 这些花降下来的时候 大半街在离人顶不高的地方 就融化不见了 有的花落到地上的 拾起来看 却跟蜜蜂翅膀一样的细薄 美丽一场 在七八寸一带 降下来的天花变满大地 堆到足系一样的 其他附近的地方 花朵也如下雪一样 降下了很多 等会供仪式完毕后 各种意志奇才 就慢慢地消失了 以后许多年当中 每逢纪念尊者的日子 天空中就现出长虹 降落花雨 名奏天乐 飘散一向 生出种种的奇迹来 同时地上也长出 许多不同的奇幻 年岁疯人 人无载病 也没有战获 这种种奇迹 说也说不完 尊者涅槃之后 他的那些 以登不退转地 不退转地 即登地以上 八圣者流的菩萨 以得永不退转 不为烦恼业力所使 能破一切障难 直屈菩提 以上的大弟子们 为了要是 密勒日巴大师的 事迹和教训 永流人间 普立一切友情 令所有见闻者 揭发大谱提信 趋向福道 究竟正觉 特将尊者一声 事迹和法语 记录下来 并广为流布 希望一切 横杀世界的众生 早日脱离生死湖海 超灯无助涅槃底岸 尊者每次要遇见 他的徒弟的时候 多是先由空行母 事前授记 譬如他遇见济光的时候 事前就在梦中授记 尊者有两大弟子 一个是如日轮一样的 仰媚达伯刚博吧 一个是如月轮一样的 共通惹穷吧 另外 有如明星一样的 燕总顿八菩提圣王 济王惹吧 色问惹吧 习惹吧 赤公惹吧 佛护惹吧 一共八个儒心的弟子 又有县公惹吧 领公惹吧 媚公惹吧 咱铺惹吧 卡穷惹吧 若穷惹吧 道贡惹吧 金刚自在 绝贡惹吧 大马刚 绝八甲谱 领个下惹吧 罗顿格顿 绝对是甲骨呢 泽顿扎喜巴等 十三个亲近的弟子 新子刚波巴 及最后五个亲近弟子 都是出家比丘 大女弟子 又压龙的萨莱尔 措私的惹穷马 宝地的霸达马 和尊者的妹妹 皮达四大弟子 其他还有二十五个得 究竟成就的女弟子 杰波惹吧等如星 此处所谓如星 乃指低于日 月 所谓如日 如月 如星也 弟子 得见十项自新 本来面目 得不还转帝者 为数一百 得殊胜绝受 暖向增长之弟子 一百零八 舍弃使法 以心修行 于道相应之弟子 为数以千 结得佛法之善缘 永子恶趣之弟子 不可数计 非人弟子 有长寿王空航母 及领离普生马等 善神无量无边 于是 人间的弟子们 在尊者涅槃众会完毕之后 都依着他的教训 到各处深山寂静之处 终生从事修行 惹穷八 拿着尊者赐给 刚波八的东西 到魏帝 去找刚波八大师 刚波八虽然持了 没有改上尊者的 涅槃圣魂 但是上师的加持 正使他 也向曲八醒来 因此 在半途中 他们俩就互相见到了 惹穷八 就把梅记八的帽子 和阿嘎尔手杖 交给刚波八 又将尊者 入灭的经过 告诉了他 刚波八一听 悲伤地昏了过去 醒来以后 唱了许多 齐请上师的歌 这些歌词 都存在 刚波八大师的传记中 刚波八就迎请 惹穷八到他的庙中去 同时惹穷八 把上悦耳传的教授 全部都传给了 刚波八 惹穷八随即 就又回到 罗若多寺去修行 最后 他急以肉身 飞到空航沙土中去了 济光 喜惹吧 惹穷马 撒赖俄等弟子 也都身飞入空航沙土 至于其他的弟子 也都于元济时 往生空航沙土 那些把自己肉身 飞入空航沙土的 固然稀有难得 就是临终往生的弟子们 也有种种的神意 留下许多舍利子 为佛法和众生 做了广大的利益 以上就是智喜孝金刚 弥勒日八 从最初做时间法 到最后入涅槃 一生一世 成就无上正觉的传记 愿此有殊胜的传记 能感化一切友情 趋向福的 成就自立立他的究竟事业 至尊弥勒日八传 放出无量大光明 显示无上诸佛法 原成众生一切愿 人间供养此罪圣 以听诵读尊者传 信心恭敬自然圣 并发坚决出离心 能断烦恼与罪障 我愿此传广流传 普及一切四天下 感应默化红正教 庄严佛法及道场 为传此至尊弥勒日八传 余曾搜罗有关尊者各种传记 悉心考教 并请诸不供弟子们 口述尊者实际 亲为记录 最后则要取凡 编程此传 游行师林谷师 庄严瑜伽者 慕兴年 秋月初八日 于诸空航母 汇聚雪山圣地 圆满完成此书 愿以此功德 于轮回未空之际 普立一切众生 增长一切佛法 吉祥 如愿成就 中文字幕提供